劉文靖,劉先生,我就是剛才打電話給你,你約我來這裏的那個人 要你等這麼久,不好意思,你找我有什麼錢? 劉先生,真是不好意思,請說我不會打擾你,真是不好意思,怎麼說呢? 我是一個粗人,說話直腸直肚,我說話一向就不興轉彎門角的 請你照直說吧 我有個女兒,馬上就要考大學了,但是她整天都掛著聽你唱歌,整屋都掛滿你的照片 我沒有辦法勸她怎樣,你告訴我,我怎麼做好呢? 你就是為了這件事,所以找我 是呀,我從公園來,到台北,想請你幫我勸一下我女兒 你打個電話給她,或者你寫一封信給她也可以 但是我最近要拍戲,我很忙,沒有時間 不過對你呢,我確實有點好奇 老實說,我想看一看你,你到底 你聽一下,你聽一下,現在就在播你唱的歌 我喜歡聽女生唱就好過男生唱 喂,你真是這麼喜歡唱歌 這個問題,這個很難回答你 很對不起,我現在有事要拖乾了一個錄音 我記得很辛苦你喝幾下,看你怎樣錄音 好,一邊走一邊聊 混蛋 哎呀,剛才說,你怎麼穿到一身曬亮 你不能穿那些衣服還不行?穿普通的更好 文正,譬如你唱什麼歌,應該穿什麼衣服 你要看什麼場合 好像這種衣服在大舞台很搶眼的 牛仔裝有時都挺好看的 戴上帽子很有型的 你說是嗎 我覺得穿什麼衣服也不是很重要的 最主要就是髮型 我比較喜歡你所說的梳漂亮的頭 看來比較成熟和活力 你現在的頭像那種學生歌一樣 現在都挺老看的,我也挺喜歡的 真的嗎 小燕,到你霸氣了 鵝巷又拿去 你阿翔 你好看啊 你們好看 我看法是這樣的 我認為男人打扮得古式古香 再穿長袍馬伐 穿長袍馬伐 穿長袍馬伐 超袍馬,然後跟中國男人有味道 是真的嗎 你是說說話 我走 真是怎麼辦 那算了, 再見 怎麼算好呢? 每一個人對我的服裝都有不同的意見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唱什麼歌就穿什麼衣服 而且我覺得每一個人都不要太過主觀 才會輕鬆一點 我們只是表演給別人看 每一個獎我都會很興奮 因為這些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 我還很樂意把這份榮譽 獻給所有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 和愛護我的朋友一起分享 所以得獎我自己覺得 今天鼓勵我再接再禮 劉文靖, 我們現在去哪裡? 去錄音室 劉文靖, 你以前從早到晚都跟美女在一起 如果不是, 那麼明星的生活 是否跟一些人說 真的那麼多志多才?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生活 不過演員的私生活 有時被人家冤枉得太過分 大家就會有這樣的錯覺 我覺得將表演和日常生活 已經混為一簧 好像我就是 經常有很多美女跟我合作 但是那些只限於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